大家好,我是小芳 今天我们来拿一种野豆子 这种豆子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用来洗衣服的 我们土话叫做造壳豆 以前五六十年代 这是农村 他没有钱去买香皂什么的 就是拿这种豆子来洗衣服的 大家看,就是这棵树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种豆子的 这个豆子是可以用来洗衣服的 至于怎么用呢 我们等下走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到上面去找壹点 好,就拿那么多吧 走,拿回去洗衣服去 这个豆子拿回来以后 要把这个用锅烤一下 外面这个皮是不要的 烤了之后呢 这个皮又去掉 要把这个皮去掉 像烤红薯一样 这个不好弄了 放了好久也才那么一点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现在要把这个倒的碎一点 太硬了 放一点温水 用水泡一下 我们现在来试验一下 这个残渣不要 看起来挺脏的 好像挺好的 一下就洗掉了 多倒一点 看起来挺脏的 我等下清一下就好了 你看,出泡泡了 好了,洗好了 以前农村的话 大家都去拿这种野豆子来洗洗服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做 不知道方法对不对 大家有知道这个是叫什么豆 或者是比较正宗的方法 可以在下面评论留言 好了,已经洗好了 裤子破了 我先来再去片子 谢谢观看